路德記第二章 那鵝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親族中 有一個人名叫波亞斯 是個大財主 摩鴨女子路德對那鵝米說 用我往田間去 我蒙誰的恩 就在誰的身後拾取墨水 那鵝米說 女兒啊 你只管去 路德去了 來到田間 在收割的人身後拾取墨水 他合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 波亞斯那塊田裡 波亞斯正從百里行來 對收割的人說 願耶和華與你們同在 他們回答說 願耶和華賜福與你 波亞斯問監管收割的人說 那是誰家的女子 監管收割的人回答說 是那摩鴨女子 跟隨那鵝米從摩鴨地回來的 他說 請你容我跟著收割的人 拾取打菌剩下的墨水 他從早晨直到如今 除了在屋子裡再一會兒 常在這裏 波亞斯對路德說 女兒呀 聽我說 不要往別人田裡拾取墨水 也不要離開這裏 要常與我屎女們在一處 我的僕人在那肺田收割 你就跟著他們去 我已經吩咐僕人不可欺負你 你若喝了 就可以到器皿那裡 喝僕人打來的水 路德就苦服在地叩拜 對他說 我既是愛幫人 怎麼蒙你的恩 這樣故失我呢 波亞斯回答說 自從你丈夫死後 凡你向婆婆所行的 並你離開父母和本地 到數不認識的民眾 這些事人全都告訴我了 願耶和華照你所行的賞賜你 你來投靠耶和華以色列神的翅膀下 願你滿得他的賞賜 路德說 我主呀 願在你眼前蒙恩 我雖然不及你的一個屎女 你還用慈愛的話 安慰我的心 到了吃飯的時候 波亞斯對路德說 你到這女來吃餅 將餅站在醋裡 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邊坐下 他們把控料的水紙遞給他 他吃飽了 還有餘性的 他起來又拾取墨水 波亞斯吩咐伯人說 他就是在菌中拾取墨水 也可以容他 不可羞辱他 並要從菌類抽出蛇來 留在地下任他拾取 不可戚嚇他 這樣路德在田間拾取墨水 直到晚上 將所拾取的打了 若有一依法大墨 他就把所拾取的 帶進城去吸婆婆看 又把他吃飽了 所剩的吸了婆婆 婆婆問他說 你今天在哪裏拾取墨水 在哪裏造工 願那顧恕你的得福 路德就告訴婆婆說 我今天在一個名叫 波亞斯的人那裏造工 那額米對兒父說 願那人蒙爺和華痴福 因為他不斷地因代活人死人 那額米又說 那是我們本族的人 是一個至近的親屬 魔亞女子路德說 他對我說 你要緊隨我的僕人拾取墨水 直等他們收完了我的莊架 那額米對兒父路德說 女兒呀 你跟著他的屎女出去 不叫人遇見你在別人田間 這才為好 於是路德與波亞斯的屎女 常在一處拾取墨水 直到收完了大墨和小墨 路德仍與婆婆同住